你确定是他吗 你不是说路灯坏了 晚上你也能看见那人的脸 我也没太看清楚 应该就是他 应该 是他 就是他 你们不会一明一计划就把他抓走吧 我们只是请张先生回局里协助调查 他都跟你们说了 他跟林沫说完话就开车走了 没有跟上去 警方会查明真相的 对他是谁啊 哇 这是谁 怎么被警察带走 好像是院里的救护车司机 听说被病人认出是强奸犯 你们胡说什么 仅凭一面之词就可以给一个人定罪吗 警察只请他去了解情况的 你们不要以讹传讹 谣言止于智者 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相信你 你知名不知心哪 谢谢 走吧 这事别告诉我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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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边 妈 这是我办公室 你先进会 草腾在开会 托我带她来复查 妈 坐 坐 坐坐 阿姨 喝杯水 你谁啊 我是 杨俊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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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好人 嗯 二姨 嗯 别等她说话她说坏 放心吧 你喝水啊 叫我被带走了 你怎么知道 你以为还是从前啊 现在新闻上网的速度飙太快 网上已经传开了 太可怕了 看着救护车的四郎 这种人就该判无期 不过也太巧了 双胞胎俩爸爸 会不会是假新闻啊 炒作本人才疏学浅 但是基本的医学知识 还是懂得那么一点点的 强奸产生同母异附双胞胎 简直可笑至极 一卵双胞胎 是由不同的受精卵发育而成的 跟强奸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是遗传学的范畴 摆脱 有点医学常识好不好 谣言猛于虎 楼上屁咬屁的好啊 感觉这事受伤的 总是女人和孩子 用自己的伤痛来炒作 请不要用一颗怀疑一切的心 面对世界 这个丁天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 你觉得真的会是张武吗 我觉得孟杰说的有道理 说张武是强奸犯我也不信 八卦一下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孟杰和张 这可不像你啊 我也是关心孟杰 总不至于在你这一刻书上吊死吧 女人啊 再聪明 知己出来还是小女人 小女人怎么了 儿媳妇 她疼回来 告我一下啊 她开完会就会来接你 好 我真的觉得这个张武挺怨的 林默好像认定就是她了 她只说那天见到她 可强奸犯的脸她并没看清 而且人的记忆是会撒谎的 这个苏丰也一直很焦躁 对林默的情绪有直接的影响 所以她急于找到那个人 这样心理负担才会小一点 我看这样 我还是啊 再找他们俩聊一聊 阿爷的复诊就拜托给你了 好 妈 我有事去忙 你在这儿等会儿 她会照顾你 那你早点回来吃饭 好 早点回来吃饭 好 姨子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干嘛 你老跟我儿媳妇 说那么多话干什么 张美 来 向两个停 夜下啊 五分钟 睡得还好吗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全面的身体检查 看一下你不在这几天 身体状况怎么样 我帮你领一下血压 你相信是她吗 你相信是张武做的吗 你已经知道了 网上现在闹得沸沸扬扬的 想不知道都难 你还没有回答我呢 不会是她 你怎么肯定 你怎么肯定 反正我觉得 她不是那样的人 你呢 你觉得是她吗 对 陶主任母亲的复诊 那我现在过来拿 好 阿姨 我们可以去拿您的复诊报告了 好 把你后少跟我儿媳妇套进会儿啊 你说说笑笑的 一点儿不严肃像什么样子 好 好 那 我们走吧 好啊 我又要跟你去 要不 我去帮您拿 您在这儿等我 行吗 别乱跑 你等等啊 你 你要碰个曹藤 跟他说杨俊波是坏人 提防着他点 好 我一定跟他说 杨俊波太坏了 我得跟陶藤去说 一定要提防着他点啊 叶子 我妈怎么样了 在他办公室啊 你怎么交给他呀 好吧 我自己过去 林沫 我不是给我自己的同事开脱 但是从账务平时表现来看 他真的不像是这样的人 你的意思是说 我老婆用这种事陷害他 当然不是了 我是希望 林沫能不能 再仔细地回忆一下 他都已经这样了 还回忆什么 所以 我建议你们平静一下 至少不要在情绪激动的时候 来做判断啊 绝对不能放过张五 你是 你是苏先生吧 是啊 我是张五的姐姐张妹 什么意思啊 她非要过来 张五最有应得 我支持你 请你相信我 我跟张五早就断绝关系了 我比你还要恨她 只是现在 林太太的证词 还不足以定她的罪 我们没有任何人证 我有一个直接的方法 可以将张五绳之以法 你怎么来了 阿姨呢 人交给你的你问我 我 我让她在这儿等我 她人呢 杨俊波你太卑鄙了 你不就想阻止我和叶子吗 有本事你冲我来啊 我告诉你 如果我妈有任何事的话 我绝对饶不了你 没有义务因为你脑补的清洁挨打 我是去帮你母亲拿这个 这是你母亲的复诊报告 我少找这个 复诊报告上面写得很清楚 你母亲现在脑退化 定向力障碍非常严重 你有时间在这儿跟我打架 不如尽快去找人 做亲子鉴定 现在您女士还没有足够的证据 定张武的罪 但是孩子的DNA是不会变的 只要让孩子跟张武做亲子鉴定 就可以确定她强奸犯的身份 将她绳之于法 你真的是张武的亲姐姐 我跟你说过了 我跟她早就没有关系了 我跟你一样恨她 这个确实是证明真相最好的方法 她不是都跟你道歉了吗 她不是都跟你道歉了吗 你至于吗 你相信是她干的吗 我不信 我也不屑 人言可畏 这种事情是最难说得清楚的 只有这个办法 才能让张武尽快地洗脱嫌疑 那你刚才干嘛还那么说啊 我不那么说 她们能相信吗 那这么讲 你原谅张武啊 原不原谅她 她都是我弟弟 晓菱 晓菱 您有没有看到一个 一个老太太差不多这么高 好 小孙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阿姨 大概六十多岁 这么高 不知道啊 谢谢了 真是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走量 都是进入信息时代了 你永远也无法猜清楚 天天跟你朝夕相处 到底是人还是不够 干嘛骂人呢 快看 我告诉你 这个就叫做 知人知面不知心 我呸 我看这儿胡说八道 我在医院上班这么久了 天天跟张武朝夕相处 他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完了完了 张武这回呀肯定是失误 反正我是相信他的 科学会证明一切的 不是算了庆子坚定吗 坚定结果有好几天才能出来呢 嗨 你干嘛你 吓死我了 下班了 那几个病房你们查一下 拜拜 怎么没有这样的人啊 你凭什么我查吧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请问你有没有看到 他差不多六十来岁 但是神经很恍惚的样子 才难得 没有 谢谢 哎 哎 陶主任母亲来做复诊 你又没看到 没看见 没找到 他会跑哪儿去 查清楚 走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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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有什么不舒服吗 没事 可能就天比较干 真没事 你确定不需要我帮忙吗 不需要 我是过来上孕妇课的 那好吧 好 老婆 嗯 干嘛 刚才那孕妇在那儿人微学你没看见啊 看见了 那你就这么从边上走过去了 那你要我跳过去啊 没跟你开玩笑的 你别忘了 你是个护士 我下班了好吗 下班了你就不管定人了 你不是出现了吗 那我要是不出现呢 这是医院 医生护士那么多 不差我一个 还有事吗 没说我走了 别找这口 如果那病人不在医院 你也一样会走过去不管的 因为你就是一个 没有责任心 没有同情心的人 嗯 拜拜 无可救药 再换 急诊室呢 急诊室看看 护士站看一眼 哎 找到了 哎 她出去了 停 医院外还有其他剩下号码 没有了 这多决定的事啊 大概十分钟之前 对啊 我是这边走啊 还是 我 还是这样啊 嗯 这边走啊 林某和苏丰答应做性子鉴定了 结果这两天就会出来 既然没有拒绝的证据 为什么还不放人呢 配合调查吧 他们会不会打他呀 你有外国电影看多了吧 哎 孟姐 我怎么觉得 你对这个张武好像特别上心呢 没有啊 大家都是同事 很正常的关系嘛 没什么不正常的 你别想多了啊 我什么都没想 用得着什么激动吗 我有激动吗 你好 不好意思 请问一下 孕妇班怎么走呀 我带你去吧 好 谢谢 你鼻子怎么了 又流血了 你没事吧 没事 可能只是上呼 我带你去吧 好 谢谢 阿姨有事吗 你是谁啊 你要没什么事 那我走了 我真走了 好啊 和女婿是吧 和丽 几周了 十二周了 孕妇班就在前面左转 好的 谢谢孟医生 何女士 有句话我还是想直说了 你的手臂是受伤了吗 家庭暴力也是犯罪 您不需要害怕 我们可以帮您 想哪儿去了 没有家庭暴力 那你的手势 可能不小心碰着哪儿了吧 我就是嫌难看 所以才不好意思露出来 那你还是过来检查一下吧 真不用 一点也不疼 那我先走了 你要检查的话 随时过来找我 好的 谢谢 谢谢 会不会回家了 别跟着我 我告诉你 如果我妈真有什么意外的话 我跟你没闻 慢一点 小心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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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灯红灯 哎呀 我很忙的 你就别跟我兜圈子了 到底住哪儿啊 哎呀 我就不该管你 哎 要不我帮你报警吧 哎 我帮你报警 哎 行 哎 想起住哪儿了 过马路 哎 哎呀 烦死了 哎 小心 这不是住宅区 这是商业街 你不可能住这儿吧 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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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闲便 哎呦 你耍我呢 哎呦 季医生 来 你看 他在那站了很久了 看着怪吓人的 你看 这是什么情况呀 都挺健康的 为什么要把她们放在一块儿啊 啊 这个女孩不是我的 我知道 已经采了样本了 过两天就会有答案 把她抱走 抱着呢 给那个乡亲饭去 那是她的 好像现在还没有确认吧 我不管 我不想再看见他 孩子刚出生 都需要在这里待一段时间 我们不可能暴走 别再让我看见他 他发疯了 这件事情对于他们两夫妻 都是天大的打击 你去哪儿了 我让他们把女孩拿走 看见他 我心里就有火 拿走了 你拿哪儿去了 怎么了 舍不得是吗 那不管怎么样那也是 不管怎么样也是你女儿是吗 对不起 我不是在怪你 我知道 你也是受害者 但是我每次看到他 我心里难受啊 你知道吗 我知道 都是我的错 不是你的错 是那个禽兽的错 等亲子鉴定出来 就起诉那个畜生 他的女儿 我们不要 你要的可乐 汉堡 你到底知不知道家住哪儿 那有没有亲人 有啊 我有一个儿子 还有儿媳 她很刚结婚对我可好 叫什么名字 记不起来了 阿姨 没名字没地址 阿姨 你穿越来的 你兜里有没有身份证 你看一下 有啊 他们说记不起来 找不着家 就记这个地址啊 今儿是什么运气啊 你找我 不舒服吗 不是 还行吧 我找你来是想问问你 我弟弟他 是不是暂时回不来了 他现在还在配合调查 你想见他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你说 帮我录一段视频给他 我有些话想对他说 怎么不自己当面跟他说 我怕我见了他 说不出口 妈 妈 喂 陶主任 我是王阿峰 我告诉你我现在没空你有事找别人 你母亲在我身边 你怎么会跟我母亲在一起啊 你们在哪里啊 精神治疗中心 好 马上过来 嗯 头发可以稍微 你 张悟 我突然间 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了 要不我先出去不打扰你了 对了跟你说一下 无锡有一个父亲怀孕的病人 手术失败 已经死了 张悟 这条路是行不通的 现在孩子已经六个月了 这个时候 我是不会放弃的 这个时候 我是不会放弃的 内科处医生 请到达 适应日照 怎么了 心情不好啊 心情再不好 看到你就全好了 我怎么突然发现 你很会哄女孩子开心啊 哄得不好 主要靠刷脸 我找你有点事 怎么了 你刚从张妹的病房过来是吧 对啊 什么事 张妹的腹腔妊娠 一直兼职到现在都没事 对吧 我的意思是说 我虽然被切除了子宫 但是从张妹的病情上来看 腹腔妊娠也是个挺不错的办法 也许我就有可能再次怀孕了 是吧 跟我来一下 说说吧 怎么回事 那我长话短说 我在医院门口碰见了伯母 她又不记得住哪儿 也不记得您的名字 后来找出来个地址 我一看 是精神治疗中心 中心那边医生认识她 就给了你的联系方式 我这才知道 原来 她是你妈 这事别说出去 你这是求我吗 对了 我要下车了 这个还你 你 小事 别那么撒意 您让我记住 我还记不住呢 下车了 就全忘光了 最好是这样 我也全忘光了 妈 你怎么连我的名字 都不记得了呢 我现在 不是都想起来了 你 子叶 叶子 那下午是怎么回事吗 我一时着急往的 现在想起来了 你 我也是常人爱 结婚 还有你 你们结婚的婚礼 我都记下了 结婚 王傲峰 苏苏跟我说过你 她说你这个人 没有责任心 没有同情心 无药可救 她看人挺准 她看走眼了 你还不错 其实我不想做护士 是因为我跟家里怄气 我爸和我妈 都是医生 所以我才 那你不代表我想听你的 心路历程 你可以下车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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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回家啊 这些都是坚持富江认身的病例 红色名字的 是已经死亡的病人 你查了很多病例 我也想跟你希望 但富江认身这条路 是行不动的 可是姜妹不是坚持到现在吗 她的状况 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 她随时会有生命危险的 她自己也清楚这一点 所以有机会 我们应该要劝她放弃认身 一次 你应该这样想 富江认身这条路 已经是一条死路了 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上面 花费任何的精力 我们可以去寻找新的方法 你不用安慰我 我知道 没有可能了 叶子 你看着我 看着我的眼睛 我不是要安慰你 也不是善意地欺骗 我只想告诉你 即便还有一点点希望 我们都不会放弃 好 好吧 喂 现在 我知道了 我现在过去 桃桃的妈妈见不到我 又再发脾气了 我得过去的 她妈找到了 对了 你有过吗 没有 快去吧 老太太需要你 嗯 就这么走啊 我还是要帮你 尽管她 你也是 我能帮你 好 她 看着你 你 嗯 即使身处匿迹 人类总是心怀希望 但是严谨的科学事实告诉我们 腹腔怀孕的可行性太小 危险性太大 到最后你会发现 希望只能是失望 腹腔怀孕是个新发明的高科技吗 楼上的有点常识好不好 腹腔怀孕就是宫外孕的一种 不懂回去问你吗 腹腔也能怀孕 那么男人也能生孩子了 奇迹都是在人的努力下才会诞生的 不试一试怎么会知道呢 生孩子真的那么重要吗 自己好才是真的好 那是因为你没有当过母亲 今天这几个病人你都看一下 有情况随时跟我汇报 这不是岳医生的病人吗 岳医生请假了 又去淘主任家照顾老太太了 你怎么知道 这事难完得住 我整个医院都传遍了 孟医生 你说 陶主任是不是想用这个办法 拆散岳医生跟杨医生啊 不可能 他跟谁说话呢 你别管人家了 我说你还能再八卦点吗 我 我 不能那么八卦 我 你先喝杯水 好 您先休息 妈 您去过这儿 您好 请问是精神治疗中心吗 我想问一下 有位叫蓝小丽的女士 去过你们那儿吗 什么 她一直在你们那儿住院 那她儿子 是什么时候来把她接走的 几号 好 我知道了 谢谢 警察也在等亲子鉴定的结果 他们让我这段时间别离开上海 那你就安心回来上班吧 这几天医院都快忙死了 我是来辞职的 我现在没法开救护车了 为什么 孟医生 何女士 您要过来上一副班 是啊 都下课了 我准备回家了 你手臂怎么样了 还是那样 没事 那我先走了啊 拜拜 是你 你不就是新闻上面说的那个 强奸犯吗 怎么还在这医院里边啊 你听到了吗 她就是那强奸犯 你就是那强奸犯 听到了吗 她就是那强奸犯 她的救护谁敢做 医院这么多医院妇 出世了谁负责呀 你们别瞎说 这事还没下结论呢 姐 这就是我辞职的原因 可是你没做过 可我受不了别人这样支支点点 来 这样吧 你先去看看你姐姐吧 算了 我现在这个样子 别给她添堵了 你替我把辞职报到地上去吧 再见 张虎 张虎 叶子 我妈没事吧 睡着了 那就好 你真的关心她吗 什么意思啊 我找到这个 我打电话确认了 阿姨嫂就入院治疗了 有什么问题吗 然后你把她从治疗中心接走了 时间就在星期一 我跟杨俊波求婚的那天晚上 你选择那个时间 把阿姨接走 就是要利用自己的母亲 来制造我和你复合的机会 对吗 我真的对你很失望 我甚至都怀疑 阿姨对我的那些依赖 都是你教的 目的就是为了 让我不离开你们身边 我说的没错吧 好 在你心里 我就是这样的人吧 我现在回去 把阿姨送回治疗中心 从现在开始 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 你误会陶主任了 我们的事情你并不清楚 我知道阿姨的事 那天晚上她情绪非常激动 吵着闹着要见陶主任和你 所以陶主任才会接她回家 她是为了稳定阿姨的情绪 不是你说的利用 你怎么知道呢 上次阿姨走丢 我把她送回治疗中心 那边医生告诉我的 叶医生 我这人最不爱管闲事了 但是你这么说陶主任 我有点看不下去了 我都听说了 你是专门来看我笑话的吧 为什么不跟她解释 为什么要解释 因为你不是这样的人 阿姨走丢的时候 我记得你的神情 心底最深的担心 是装不出来的 不好意思 请问一下 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老太太 差不多这么高 六十来岁 但是神经很恍惚的一个老太太 没有 谢谢 我虽然不是很欣赏你这个人 但我相信你不会利用自己的母亲 涛老师 杨医生在吗 杨医生不好了 怎么了 你们这是要打架吗 还是打完了 找我什么事 对 张妹出事了 严重内出血 准备手术室 好 张妹 你现在情况非常危险 胎儿已经六个半鱼了 等一下手术就要决定这个孩子要还是不要 我要抱胎儿 会有生命危险的 会有生命危险的 我知道 我要抱胎儿 不管你选择什么结果 这手术都必须有家宠签字 我弟弟 让张妹来签字 嗯 你跟着我干嘛 你不能辞职 我现在这个情况没法继续工作 你不都看见了吗 既然你是清白的 你为什么不能等等呢 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我有心理阴影行不行 我不想再开救护车了 我不想再被别人指约成罪犯 我们都相信你 你说的我们是谁 杨医生啊 叶医生啊 还有你姐 你姐也相信你 好 我姐都不愿意见我 不会的 如果他们知道你要走的话 他们肯定都会挽留你的 你看 我就说他们会挽留你吧 电话来了 你 你干嘛 我已经做决定了 不用全 再坚持一下 我们正在联系家属 能想办法联系到他吗 联系不上 他出来 手术师已经准备好了 没有家属签字不能手术 病人已经等不及了 必须马上手术 可是我们还没有拿到家属签字 没有人签字我负责 杨医博我警告你 如果手术出现了问题 这则让你负得去吧 我签 我自己签 先去手术室 慢一点 新生儿科已经准备好家户病房和卫生仪器 随时准备救出早餐婴儿 有薄吗 分手不是白去的 杨医生 麻醉匙已经准备好了 让他开始吧 这手术是不是难度特大呀 手术之前不要想着这些 只想着怎么救人 明白 头疼 汪阿峰都跟我说了 说什么了 你接阿姨回家 是为了稳定她的情势 这你就相信了 我给治疗中心打过电话 她说的是真的 对不起 我之前没有了解清楚 误会你了 你没有误会我 在你心里 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向你道歉 手术后再说吧 什么手术 张梅那出血 她需要剖腹产 张梅她不是杨俊波的病人吗 张梅那出血很严重 她一个人解决不了 我没听错吧 你主动要帮杨俊波 我不是帮她 我也是医生 救病人是我的职责 不是为了她 对了 你赶紧去找张五 张梅的手术 要第一时间通知她 你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救护车司机 真的 你对这个工作已经毫无兴趣了 你别这样嘛 就因为那么一点事情 准备开始手术 我配合你 你们两个要合作 有问题吗 哦 没有问题 这是妇产科最强阵容了 我负责大人 你负责孩子 有什么 blunt 你没有搞 steak 对 我还怎么回事 要推荐 杀出来 谢谢 妈妈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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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救命啊 救命啊 救命啊 我先看她的 救命啊 我要救命啊 师傅 我是医生 请开门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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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什么门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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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面呢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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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好啊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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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停 停 新上车 让我来看 快 合力 不要看了 不要看了 衣服出血 留点空间 张五 这是合力 赶快送医院 让开 让开 留点空间 帮我帮忙 让开 张五 不好她关迷了 好好好 来啦 可以走了 你才这样 我们怎么走得了啊 你们放心 没事的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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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作看 听自己 帮我 晓菊大出血 出血很凶猛 继续输血 述全准备好的血 已经输空了 输空了 什么意思 上面是什么猫血 院里被分手 已经能修血战了 赶紧摔 写库的IHN进写 被另外一个院调走了 怎么晚了一步 现在他们已经在联系线写者了 糟了 出血过梦 如果不出血了吧 这么就辞定了 丁医生 是有什么好心门啊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你是IH阴性血 而且经常到现血站现血对吧 是啊 现在有个手术正在大出血 需要你现血 没问题 救人敌 太好了 快跟我去现血站 叶子已经找到相同血型的人了 马上就血缘了 丁医生 嗯 我这出血给谁啊 给病人 正在手术时的 我当然知道是病人 我就是想知道教授的名字 都这些挺有原文的 怎么了呀 是 姜妹 没事 你先停车 你把安全带记上 丁医生 你听我说 她现在正在手术的关键时刻 没有神员 她随时会死的 那她是罪有应得 我知道你们俩有误会 但这是一条人命 这不是误会 她开了黑医院 害我老婆流产了三次 她是一条命 我老婆肚子里三个孩子 那不是命啊 她现在医院不是已经关闭了吗 而且她也知道错了 知道错了有什么用吗 那我孩子能活过来吗 丁田 你不是说会换一种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吗 对她 我做不到 我们都失去过孩子 我们也都恨过绝望过 那种日子 就像是在一个深不见底的深渊里一样 每天都在往下沉 根本就看不到希望 对不起 我那个事不该报道你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都应该放下过去 才能往前走 到底我都明白 可是我一看到她 就想到我老婆遭了那些罪 对不起 我做不到 你可以继续恨她 但是丁田 你想一想 如果那个时候 我们也同样用仇恨来对待你 你的老婆 会不会就像现在的张美一样 好儿吃阴性血腥怎么还不来 会坚持不住的 来了来了 安心进行 抽屑点已经找到 吃点钱 好 你可以解脱了 谢谢啊 前拉进去说对了 我解脱了 但不是为了救她 我是为了拯救我自己 你孩子会为你骄傲的 陈医生 有好新闻第一时间通知我 行了 拜拜 拜拜 其实我想说 献血本身是一种牺牲和奉献 丁田 你能把血献给曾经伤害过你的人 好样的 给你一百二十个赞 不是都说献血不靠谱吗 会有损自己的健康 那都是无稽之谈 一个成年人的造血能力十分惊人大 现在一般献血是四百cc 完全不会影响到自己的身体技能 那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说献血 是一场骗局啊 还说医生从来都不献血 我究竟该信谁啊 恰恰相反 医生这个群体 反而是献血的主力军 几乎每个医生 都有定期的献血习惯 我同意楼上的说法 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我们国家现在采取的 是献血者在用血时 优先和免费的政策 意思是 只要你献血 可以积累 等到自己亲戚朋友 遇到状况用血的时候 也可以得到优先免费 要是自己生病的时候 无血可用 那才急死人呢 所以 献血等于是给自己 长期的健康投资 等于给自己 上一份免费的保险 啼壶灌顶啊 以后看到献血车 再也不躲了 阿丽 她怎么样了 还在昏迷 但是出血也禁止了 有伤口 没有 应该是内出血 内出血被控制住了 胎板和脏器有部分粘连 正在分离 准备取出胎儿 这次 贼上耳朵皮皮虚弱 我要马上把她 送到心上儿科去 等一下 让她看看自己的孩子 再来 姜妹 恭喜你 父相认真母子平安 你又创造了个细节 好 好 很好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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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有新的出血点 就快到了 我离开医院之后 你帮我照看一下我姐 最好劝她放弃人险 你自己去说啊 我试过 她不会理我了 你姐她现在已经原谅你了 你不用安慰我了 真的 你被郭文区带走的时候 她一直都很担心你 手续和血压都在持续下降 出血量太大 或者是血过多 可能快不行了 患者生命体征消失 我等一下去看看我姐 小心 小心点 小心点 怎么了 路上遇到的 要是没有她 到什么时候能到吗 我对她去的全面检查 她身份也有命迹 来 孟姐 我去看一下我姐 好 你去吧 你姐肯定也在等你呢 孩子没事儿 已经家乎料理了 不管怎么说 你保住了孩子 我们就差一步 我有必要提醒你 最好做好心理准备 你什么意思啊 腹腔认身 坚持了这么长时间 张妹已经是新闻任务 这场手术的失败 虽然从医生的角度上来说 你并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外界舆论 会把你推向风口浪尖 简直是你自己的选择 你要去承担 你够了没有 我实话实说 你能不能考虑一下 别人的感受啊 她没这么脆弱 让我看一下孩子 好 姐 莫姐去哪儿了 去手术室了 何女士 你没事吧 我怎么会在这里 你在出租车上晕倒了 孩子没事儿吧 孩子没事儿 但你有事儿 你最近是不是经常流鼻血 皮肤上还会出现莫名的鱼斑 是啊 我还以为是不小心碰着哪儿了 给你验过血了 白血球和血色素正常 但是血小板过低 那是什么病啊 也就是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子电 严重吗 血小板低呢 血液凝固力就会大大地减低 尤其在怀孕期间会很危险 举个例子 在生产时胎盘脱离子宫 有可能会出现大出血 甚至会有生命危险 那能治吗 好 先药物治疗吧 不过用药前必须终止妊娠 那我不治了 那这样吧 先保守治疗 我们看疗效 那孩子就能保住 看结果 我们尽量 其实 你手臂上出现鱼斑的时候 就应该过来检查 如果提前检查 结果就会不一样 行了 你先休息吧 谢谢医生 怀孕期间是女性最为特殊的一段时间 所以请所有的女性朋友 一定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身体 只要出现任何不同寻常的症状 都要第一时间到医院检查 不要放松警惕 麻痹大疫 不要害怕来医院 健康 而用心为心 你先休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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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术结束了 结果怎么样 孩子保住了 张妹呢 张妹突然打猪血 没救回来 是吗 就差最后一波 本来这回为人亚 创造新的历史 保住孩子已经是奇迹了 可别人只会看到 死在手术台上的患者 所以这件事还不算完 你的意思是说 后面会有麻烦 我也不知道 我要先回去照顾我妈了 晚上记得回来吃饭 那杨俊波她怎么样了 你自己去问她了吧 我已经听说了 我已经听说了 过来看看 这是你姐的孩子 也是她留给你的希望 也是她留给你的希望 为什么不终止认识你 这是她的决定 她要保住孩子 我没签字怎么动的手术 我没签字怎么动的手术 她自己签的字 所以你就心安理得了 但跟她签的字 你让她往死路上走 不用负一点责任是吗 我一直建议她终止认识 可结果就是你同意她抛妇产 你把她害死了 是她坚持 她坚持重要还是人命重要 只为一个医生 连病人死婚都不在乎 杨俊波 你就是凶手 开始吧 好 今天我们质询会的主题是什么 我想大概大家已经猜到了 张五已经向院方提出了抗议 要向法院正式起诉 任雅和杨俊波 不管起诉的结果会是如何 任雅现在已经是处在 舆论的风口浪尖上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吗 张五被怀疑是强奸犯 抓住这点做宣传 是为了挽回舆论 张五是被冤枉的 张五是被冤枉的 我不是在为她说话 我也相信她不是 杨俊波 你自己来说说吧 不管什么样的结果 我一人承担 和任雅无关 杨俊波 你这话就有点问题了 你现在还是任雅处产科的一员 你出了问题 怎么能跟任雅无关呢 任雅只要开除我就不会影响到医院的声誉 杨俊波 不过 这次的质询会是在征集解决方案 在手术的过程中 你没有任何差错 院方也不会因为害怕舆论 而让大夫打枪 今天我们在这里 就是为了找到消除舆论独立影响的方法 居住人说的对 医院肯定没有这个意思 但是张五说 你们要不把抚枪认身的这个危害性 跟张妹说明 这是实实吗 我可以作证 杨俊波一直在劝说 张妹放弃抚枪认身 但是张妹坚持把孩子生下来 这些都是我亲眼目睹的 如果医院觉得这件事情 杨俊波有责任的话 那我也有 我申请跟他一起接受处分 你说的话 我能够完全相信吗 毕竟你们两个关系在这 我也可以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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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可以作证 我们都可以作证 医生说 咱们可以出院了 乖了 宝贝 你看 这两个孩子都挺乖的 一会儿你就不哭了 你可以多抱抱我们的孩子吗 一会儿别人的孩子干嘛呢 我不是在怪你 但是我看到这个孩子 我就想对你呗 你还敢来 好了 我们都知道了 坐下吧 还有一个问题 张武说张妹病情严重 怀疑在抛肤传手术的时候 就已经神志不清 如果是这样 那她给自己的治疗签字的时候 那就是无效的 也就是说 手术造成病人的死亡 责任全在你了 你怎么看 张妹当时神志非常清晰 完全有自主能力 这个我们也可以证明 那所以说 病患手术失败的话 跟院方没有任何关系 我查一句 陶主任 陶主任 你是不是当时也在现场啊 没错 我在 作为科室的副主任 你也说说当时的事实 张妹入院以来 我一直都有关注 前前后后我都很清楚 所以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 这次手术的失败 杨俊波负有主要责任 为什么是主要责任 这什么事 不应该是主要责任 对呀 怎么情况 怎么是这样的事 这就是在公报四处 想事业落井下石啊 我说你们怎么都针对陶主任 他不是那种人 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像是陶主任 这不像你公哥 因为我觉得陶主任人挺好的 你什么俩 你们俩就是错误相同 我 安静 安静 那后来的情况怎么样呢 我们都知道 腹腔认身的危害性 可病人坚持认身 作为医生 就要想方设法 说服病人 改变想法 这种时候 顾不得病人的意志 可杨俊波优柔寡断 对病人听之认之 造成这样的结果 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你看清楚了吧 我不是那个强奸犯 去去去去 赵警官 赵警官 鉴定报告 我看过了 是不是哪里出错了 赵警官说 张伍是清白的 不可能 我明明记得就是他 那天我是遇到过你 但你离开之后 我没跟上 你仔细回忆一下 是不是根本没有看清楚 施暴者的脸 我会再去见你所求证的 我绝对不会放过那个罪犯 随便你 我也相信真正的罪犯 一定会陆入法宝 再见 好 收拾说着东西吧 先回家 喂 怎么 好疼啊 那这个孩子怎么办呀 还能怎么办啊 就把他放医院 谁要 就给谁 是 杨俊波 陶主任说的真相 可跟你说的真相不一样啊 但是 如果说杨俊波 不顾病人抑制 违反原则进行手术 那就是胡扯 因为手术当天 我也在场 病人坚持手术 自己签字 而且当时病人的思维 非常的清晰 后来在手术室里 我也在 杨俊波 在手术的过程中 没有犯任何的错误 所以我们只能指责杨俊波 不够强势 没有做到劝说病人 做最正确的选择的责任 但是张妹的死 和她没有任何关系 陶主任 您的这些话 有根据吗 当然 我觉得既然事情 已经发生了 现在我们该做的 就是转移这件事情 对人亚的不利局面 而不是寻找责任人 这么说 你已经有办法了 首先 我们应该尽快联系到张武 劝说她放弃控诉 因为这场官司 她输定了 她能听你的 现在外界舆论 对人亚非常的不利 我们应该尽快消除 舆论的不利影响 所以我们应该找一个 足够优秀的医生 挺身而出 冲淡张武控诉的负面影响 那怎么样才能找到 这个足够优秀的医生呢 当然是我 不论从社交能力 还是业务水准 都非我莫属 请问一下 该怎么样让媒体 把焦点转移到你身上 首先 要找一个足够特殊的病例 所以 这位病人是 就在人亚 有趣的是 是 这位病人 是张武亲自送来的 这位病人 导臣 开会之前 我怎么跟你说的 徐英马上要升副院长 她肯定会推荐杨俊波做主任 我们要借助这个机会 让她没法解体徐英 那你还帮着她说话 现在有什么不好 我成为焦点 很快就会名声雀起 到时候主任的位子 自然而然就是我的 可是她现在还在 我和她针锋相对 但不会有 无中深有的陷害 再说了 有我在 不用担心她 不需要进步 你很讨厌 我刚刚找好一个角度 你又来抢西 怎么去 看一下 看看看看 跟你一对比才发现 我最近皮肤怎么这么干燥 我告诉你 来你做 你 这是缺少了爱情的滋润 我有一个秘密武器啊 一天一片 做水瑞女人 霸占男神 从此走向人生的巅轰 刘小平 你能不能别这么臭的呀 你还不如多帮杨医生 想叶医生陶主任想想办法呢 出出主意呢 就我这脑袋瓜子 我能出什么主意啊 还不如看看新闻 对啊 怎么样了 你来看啊 这几天啊 宣传是做得挺到位的 而且何丽啊 对这个孩子的渴望啊 她这个病情的离奇啊 包括她的人生故事 还有陶主任 为了她的病情 焦急的那个状态 差不多人在关注 合理的病情的 我看看 嗯 是啊 比前几天 骂医院的少多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最主要的是 张武这两天不在医院里 要是她来了 保准把事给搞大 好厉害的乌鸦嘴啊 张武 怎么想到出现了 我姐的东西还在医院 我是来收拾的 这两天我们一直在找你 我把手机关了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 你们为什么找我 想劝我放弃起诉 放过任雅和杨俊波 对吗 你姐的死 不能怪杨医生啊 那你说怪谁 你自己也在医院工作 你应该知道 医生都是希望病人 能够康复的 但现实不是童话 真老病死是不可避免的 你失去了亲人 我非常理解 但是你也不能去怪 尽行经历的医护人员啊 她没有经历 你姐的手术 开始是很顺利的 后来是突然大出血 这不是杨医生的责任 不是手术的事 她早就该让我姐终止妊娠 那就不会有后面的事 她一直在劝啊 你姐的脾气 你也是知道的 病人不同意 医生是不能用强迫的手段的 这些话 还是留在法庭上说吧 张武 我希望一个人收拾衣服 老师 都已经准备好了 随时可以手术 推广呢 已经在网上开始文字直播了 没想到 关注这场手术的人还挺多 看来这些天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可是如果 我是说如果 这手术 失败了怎么办 绝不可能 记住 做一个好医生 除了医术之外 最重要的 就是自信 最重要的 可以帮你 之外 我听说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马上上书了 他们说你手机关机 我在手机里 录了一段视频给你 自己找了看 张武 我相信你绝对不是罪犯 我了解你 只从发生你告发你姐夫的那件事情以后 我就没怎么跟你好好说过话 每次你来跟我解释 我还狠狠地骂你 所以 没看你猜不到 其实我早就原谅你了 我知道你做的是对的 我才回家流出医院 卖了房子 赔偿给那些病人 我伤害了很多人 所以我不愿意回忆那些过去 我更不敢面对你 我一看见你 我就想到 我就想到 我过去做了很多很多不好的事情 我就祝你发火 我不是生你的气 我是痛恨我自己 对比你所做的一切 你 你那么执着 那么正义 我坚持无敌自若 我甚至都不敢当着你的面说这些话 我亲爱的弟弟 姐姐对不起你 对了 这两天我感觉孩子就要出生了 记得再过几天就是你的生日 我真的希望他再坚持一下 让我能好好地给你过个生日 因为一旦进了手术室 也可能我就再也出过来了 如果我不在了 请你不要责怪任何人 我很清楚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医院里的每个医生都劝我 放弃任神 特别是养医生 但是这一次我想任性一次 我想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为了他 就算是失去我自己的生命 也不足惜 请你好好地照顾他 别为我难过 也不要哭 最后 好好地跟我说一句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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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伍 我能再跟你说两句话吗 我不搞了 你说什么 我放弃起诉 快跟上去 我去干嘛呀 我去看一看啊 烧伤可流主人 急速到急诊室 烧伤可流主人 急速到急诊室 要出院了 万医生 谢谢你这些天 照给我小孩 没事 出院了之后 注意喂奶的时间 晚上啊肯定幸福点 坚持坚持 有什么事的话 随时给我打电话 谢谢 行了 没事你就出出院吧 注意 别被风吹倒了啊 我是过来把她还回来的 这个女儿不是我的 是那个 我知道这个事情 你打算不要她了吗 如果是我的 我一定要 但是她不是我的 可是孩子是无辜的 但是我过不了我自己啊 行了 把孩子给我吧 你们会把她怎么样 一般是送到复理院 让我受到了 孩子 爱人 我觉得 所以他是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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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 You kamiàng sir 给我 an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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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ows 你的手要高一点 摇一下 再摇一下 他就不会哭了 他喜欢你 手术器还担心呢 正面想到手术能这么顺利 合力的脾脏切除 一点都没有影响胎儿 这都是主刀医生的功劳 这也归功于你的治疗方案好啊 是吧 师傅 我是不是应该赶紧更新一下微博 把这好事告诉大家呀 像我姐吗 挺像的 我可以抱抱他吗 好 我带你去 不行 伯伯 这有我就好了 你去忙吧 为什么不能抱 孩子早产 现在身体非常虚弱 所以还不能抱他 明白了 明白了 其实我看见你 还是觉得生气 我理解 所以你要告我 我并不敬仰 不告了 不告了 张悟他不告了 不告了 不告你快去忙吧 快去忙吧 为什么改变主意 我姐跟我说 这一切是他自己选择 其实我也在后悔 如果我再多劝他一句 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没用的 他下定决心 谁也劝不了 你知道吗 明天我生日 是吗 这是他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大概是我这辈子 最特别 最沉重的礼物 不重 两斤三两 他这是开玩笑嘛 是不是有点太冷了 对了 有件事 我想出尔发尔 张悟 你别冲动 我去找他 张悟 不是 不是上诉的事 我还是想回来上班 继续开救护车 欢迎回来 孩子一离开我 他就哭了 我听见他哭 心里难受 脚就走不动路了 老婆 要不 这孩子 也抱回去吧 老公 谢谢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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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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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啦啦 過世博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啦啦 绝诵 我一会有个采访 今晚还是麻烦你照顾我妈 喂 徐主任 是 我知道 我知道 手术很成功 网上反响很热烈 对 一会儿我有一个采访 要问一些专业方面的问题 电 有 有电脑 行 那我一会儿 我一会儿打开信件看吧 好吧 徐主任啊 我现在手边有点事 我一会儿打给你啊 杨俊波 我再警告你一次 不要让叶子处于危险之中 腹腔怀孕只会让他更受伤害 我现在就是要用足够的证据来告诉他 这条路是行不通的 杨俊波 是的 是的 河里的这个手术啊 是陶腾涉及的治疗方案 你们要采访陶主任 好的 好的 我会安排的 那好 好 就这样挂了啊 请进 来了 哎呀 推广的效果真好啊 河里的这个手术啊 效果非常好 再告你个好消息 张吴啊 已经撤销起诉了 而且确认 他不是强奸犯 哎呀 这下人呀 可以说是痞疾太来了 我错了 什么错了 上次开会 我应该挺你的 把杨俊波赶出府城河 这时候 这时候已经晚了 不 还不晚 各位同仁 徐主任 荣生副院长的批文 正式下来了 我们先祝贺 徐副院长的高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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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职务在变 我人没有变 我还是过去的徐英 会和你们大家一起 为了妇产科 为了人雅 为了病人 贡献自己的力量 徐副院长高声了 妇产科主任的位置 就要有一个 有能力的人才来接替 我想这个答案 是没有悬念的 对 妇产科新主任 就是由 有能力 有魄力的陶腾 陶主任担任 半路刷出的程咬金 这个位置本来是你的 别这样想 他本来就有能力 可是我就不甘心 为什么你要给他当副手 其实 你们俩搭档也不错了 你们俩知道 我要当他副手了 这不是李索英当的吗 周浩妮 好好干 下面我们请唐主任 蒋介继来 欢迎 谢谢 那杨俊波这个副主任职位 是不是也该恢复了 今天讨准呢 节约时间 敢言就不说了 正好借今天这个机会 宣布一件事情 我们人亚妇产科 这段时间以来 有很多的成功 也有很多的不足 本院叶子叶医生 手术失败 失去孩子 是杨俊波的责任 还有这次张妹的事情 闹得沸沸扬扬 也是杨俊波的问题 虽然事情已经平息 但这不代表犯错误的人 就可以一笑而过 这怎么又成错误了呢 妇产科是仁雅的招牌 我现在作为仁雅妇产科的主任 我有义务 要保护我们妇产科的形象 所以我决定 从今天开始 杨俊波 离开妇产科 调往生殖科 这个事情 应该是仁氏来决定的吧 这个生殖科也隶属于妇产科了 科室内部人员的调动 陶主任有权利安排 我们欢送杨俊波 离开我们妇产科 到生殖科宝当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 那各位我就先走了